选前黄金星期假日 民进党花莲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与部分区的立委范云 在花莲市区展开徒步败票 张美慧恳请相亲给她机会 让花莲可以改变 而范云则强调国会要过半 国家政策才不会停滞 民进党团队喊出了花莲密码226 恳请相亲居持 选前黄金星期假日 民进党花莲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和部分区立委范云 在花莲市区展开徒步败票 张美慧恳请相亲仔细想想 花莲要改变就请给张美慧机会 非常感谢范云委员 还有我们花莲的所有的党公职 团队一起来 我们做最后的冲刺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花莲市区金三角 我们向所有的店家 跟来这里逛街 采买的所有的相亲好朋友 再一次的恳切的拜托 要改变花莲翻转花莲2号张美慧 请给张美慧一个机会 让我们让花莲可以更进步 更发展 我们要换人做 花莲才会有进步 这个请大家再给思考一下 恳请给张美慧机会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站 范云哲强调国会要过半 国家政策才不会停滞 民进党团队喊出了花莲密码226 恳请相亲支持 我不想我们都有看到美琴 跟我们赖清德总统候选人的 在路上 一部车上路之后 一定要有引擎 引擎就是我们国会要过半 不会过半 我们张美慧这席非常的关键 拜托大家 花莲的好山好雪好人 值得更好的张美慧 政党票支持6号 花莲的密码就是226 选战到暑期时 张美慧将近脚步做最后冲刺 接着会欢迎市报道